新安革新闻一分钟 今天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跟最暗有关 一件事是红帽桥的著名的Melbourne海仙 龙海仙的老板 因为雇用了四名没有准证的外职人士 被控上了法 有可能被罚或者是一起坐牢 第二个是一个货车司机 租用公司的货车进行走私 被抓的时候 有9条 9箱450 450条 双喜业 被判了6个月 两个星期 而且今天 新闻说货车也被充公了 所以货车公司 躺向哥们 开着公司的车去走私业 走私还是双喜 但是双喜可能不得咱们双喜 是南洋修律双喜的固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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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借的名可